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介绍的就是金仓鱼 在香港我发觉这些金仓鱼会游泳 但是来到加拿大就只有冰先 那就要先解冻 这条鱼就洗干净了 里面和外面都要抹干净 那我今次就用个特别武器来煎鱼 我今次就用我这个秘密武器 这个就不是网球拍来的 是这个很特别的韩国鱼 那大家看看我怎样煎 就是这个牌子的韩国鱼 它底面都可以煎的 我现在就开了火 烧热锅 然后呢 打开盖 打开盖 觉得它热热的 感觉到温度了 然后呢 就下油 下少少就可以了 因为这只鱼呢 就很多鱼油的 越煎就越多油 所以我们 少少就可以了 我煎这种鱼的方法 就是就这样清煎 因为它不太腥了 即是几乎是没什么腥味的 所以我就不下姜 又不下葱 就这样 放下锅就可以了 然后就生锅 放下锅 转小火 那煎到呢 一会儿你觉得是 这个盖子呢 有少少热的时候呢 就再做下一步 大家看到呢 在这条线那里 就有些烟出来了 这个盖子呢 又很热了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开少少少 然后呢 就用这个 大家看看 家里有什么容器 就固定它在这里 让它的烟 水气就走了出来 那就等那个 鱼的鱼皮呢 就会香脆 和干身 那我们可以在条纜 那里呢 就装到条鱼了 那这样 如果我们 煎一会儿 大概 5-10分钟 那这样就看到呢 这个切口 条鱼的切口呢 有少少少是变了白色的时候呢 就就是说 下面那边呢 就已经熟了 现在呢 就可以拿走 杯仔了 然后盖上 接着呢 就反鱼了 打开它来看一下 哇 推回它 正点 在它煎的时候呢 我们又是要 打开少少少盖 那就用杯仔 摄着它 现在呢 就会煎的时间比较少些 因为刚才焗完 那现在就煎大约5分钟左右 就煎香皮去 好 到 bize 来 看 START 出来 去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 拿走 后 开 起 火 翻火 拌它出來 趁魚更熱 更出煙 倒豉油下去 這隻清煎金蒼魚 就完成了 大家在吃的時候要注意 魚皮比較厚 不容易煎爛 我們在吃的時候 通常要用剪刀剪開 然後逐塊逐塊 分離吃 先剪開魚皮 先嚐嚐 嚐嚐 牛 還有少許魚肉 這條魚是很少骨的 一條骨 一條骨 不腥的 魚皮 韜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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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韜 可以加多一點醬油 不然 加少許 就可以了 多一點 加少許魚肉 大量 有一點 加少許魚肉 這種骨 雞肉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